好,接著要跟各位介紹的東西就是冥石 剛才講過了,有什麼溶點跟沸點 東西融化的溫度叫做溶點 凝固的溫度叫做凝固點 這兩個溫度通常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有沸過,小學又知道 冰會在凝固溪的時候融化成水 OK,溶點是凝固溪 那麼水在凝固溪的時候會凝固成冰 所以凝固溪點也是凝固溪 那麼如果從液態變成液態 這個沸體的溫度叫做所謂的沸點 反過來叫做凝固溪點,一樣 這兩個溫度通常是一樣的 所以呢,水會在100度溪的時候變成水蒸氣 水蒸氣在100度溪的時候會凝結成水 這兩個溫度也是一樣的 叫做溶點跟沸點 好,凝固溪點、凝結點 凝固溪,應該小學就聽過就知道 那麼基本上純木質在一定的壓力之下 它的所謂的溶點、沸點、凝固溪點、凝結點為定質 當然說了,0度C、100度C 在一大氣壓下,任何的冰 大塊的冰、小塊的冰、任何的冰 都是在0度C融化成水蒸為定質 而且它的特性意思就是 相同的純物質有相同的溶點跟沸點 不同的純物質有不同的溶點跟沸點 那我們告訴你說,純物質有一定的溶點跟沸點混合物 沒有,對不對 沒有一定的性質 這其實會扯到一些神奇偉大的學問 比如說什麼供廢啊這些東西 那種神奇偉大的學問 我們不會跟疑慮當作 沒這回事 不知道 不理它 對我們而言就是 純物質有一定的溶點跟沸點 混合物 沒有 純物質的溶點、沸點是它的特性 相同的純物質有相同的溶點跟沸點 不同的純物質有不同的溶點跟沸點 我們國中生就這樣知道 就夠了 所以我可以根據它的溶點跟沸點來辨別 你是哪一種純物質 有某純物質的沸點是100度C 它怎麼樣 它就是水 OK 叫做理解 另外的叫做蒸巴跟沸騰 剛剛跟你講說 氣化分兩種 一種叫蒸巴 一種叫沸騰 這兩個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 蒸巴沒有特別溫度 沸騰有 沸騰要在沸騰的時候才會沸騰 蒸巴不用 你現在地上有一些水 然後這個水就會蒸巴跑掉看不見了 你20度的時候水會蒸巴 30度的時候水還是會蒸巴 所以沒有一定的溫度 只是通常就是溫度如果越高 蒸巴就會越快而已 但是基本上沒有一定的溫度 沒有一定的溫度 所以沸騰有一定的溫度 但是蒸巴沒有 還有不一樣就是說 誰變成氣體不一樣 蒸巴是表面的 跟外面有接觸到的地方 變成氣態跑掉 理論上的說法是沸騰是全部的東西都變成氣 全部或者是比較多 大部分的變成氣體跑掉 蒸巴是只有表面 蒸巴只有表面 表面的變氣化 沸騰是全部變氣化 還有一種不一樣叫做泡泡 蒸巴沒有泡泡 沸騰有 你的父母親晾衣服 衣服會晾乾 又是因為你的水蒸巴到空氣裡跑掉了 你爸媽晾衣服的時候 你會怕一paspaspas spot 聽我叫退縣 我怕死人 所以蒸巴是沒泡泡的 可是你下面煮水餃弄水的時候 會看到很多水在滾對不對 不是有泡泡的 所以沸騰是會有泡泡的 古時候有人考過 你會寫到這一題 問你那個泡泡是什麼玩意 南亞國中以前剛才考過 問你那個泡泡是什麼東西 泡泡是什麼東西 所以它是會冒泡泡的 所以蒸發沒有泡泡沸騰 就是蒸發跟沸騰的不同 蒸發跟沸騰的不同 再一個名字叫做昇華跟凝華 剛才跟你講過了 從固體不經過液體 直接變成氣體叫做昇華 反過來叫做凝華 台灣有一些奇怪的大哥 把它反過來也叫做昇華 那很討厭啊 像我就不知道你講 昇華是不是固態變氣體 還是氣態變固態 就是討厭 但是應該是一個昇華 一個是凝華 這裡舉了一個例子 你說喜歡問就是點 點會昇華 點會昇華 原來是紫黑色的固體 昇華會成紫色的氣 點會昇華 除了點會昇華之外 這些玩意也會昇華 點 乾冰 張腦跟耐腕 其中乾冰比較重要 我們考試比較會問到它 乾冰會昇華 乾冰是固體的二氧化碳 它會直接變成氣體的二氧化碳 它會昇華 張腦 你們應該在念歷史課本 學到日據時代啊 日本的時代跟台灣光復初期 台灣一個主要的農產品 產物嘛 張腦 它算是天然的 算是天然的東西 耐腕的作用跟張腦差不多 只不過耐腕是人造的 耐腕是人造的 所以這些東西都會昇華 看它一眼 記住這些玩意也都會昇華 什麼叫昇華 從固體直接變成氣體 OK 於是停車站接問 一個小小的笨問題 衣櫥裡面丟了張腦 防蟲嘛 然後就發現張腦就越來越小顆 越來越小顆 旁邊也沒有水 就逐漸變小 不見了 因為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會不會太困難了一點 這種問題會不會太困難 太難 這麼難的問題要問32號 張兒 請你 因為發生了什麼事 昇華 昇華請坐下 很難對不對 這種超級難的題目 因為它昇華 張腦完直接從固態變成氣態就消失了 這是一個昇華的現象 就是請你記住 請你記住 誰會昇華 誰會昇華 請你記住 請你記住 那些什麼熔點廢點啊 那些事情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